來關心到社會消息 上門討債結果反而被嗆瞎 氣憤之下就將欠錢的男子來打傷 台北市萬華 凌晨傳出一起打架糾紛 幸好警方是很快到場 將兩名打人的男子帶回了警局 而至於衝突的原因 警方還要進一步離情 留著留著 凌晨三點多 一名男子在大樓裡鬼鬼吹吹 警方上前盤擦 這名男子手上竟然拿著一把斧頭 刀東西放下 東西放下 遠景大聲吃喝 這名男子才乖乖就范 台北市萬華區開封街的一處名在內 疑似是因為金錢糾紛 兩名男子帶著十幾個人 上前討債不成反倒被嗆瞎 氣憤之下隨手拿起安全帽 將欠錢的男子打傷 被害的屋主表示 因為跟犯賢有債務上的糾紛 那招犯賢持屋內的安全帽打傷頭部 那被害人送去醫院治療後 也沒有大礙 被打傷的男子頭部及手腕都有撕裂傷 傷疑後沒有大礙 出不了解這名受傷的男子 因為都受琉璃水果盤給這兩名男子 但疑似有瑕疵要求退貨不成 才引發這起傷人的意外 被害人賣這一批琉璃水果盤給辦賢 那辦賢認為那個水果盤有瑕疵要退貨 那被害人因為吃不肯退貨 所以今天辦賢才夥同其他友人 自被害人家中理論還要退貨 討回這筆錢 大半夜手持斧頭在公寓裡嚇得附近民眾趕緊報警 所信警方趕到並阻止衝突過大 並將人帶回派出所才結束這起金魂祭 由DNTV楊子健台北報導